谁才是三国时期最帅的男人 三国可能是最具有商业价值的一段历史了 这个大IP在古时候就衍生出各种三国故事画本 现代人又发明了很多以三国为背景的游戏 与三国题材相关的电影电视剧更是层出不穷 三国这么货 严控不禁发问了 他们真的像影视剧和游戏里那么帅吗 三分三国志 感觉他们真的有亚洲男子天团的潜质 身高颜值体态都很过关 诸葛亮少有一群之才 鹰霸之气身长八尺容貌甚伟 袁绍有姿貌威容 群玉清秀通雅 赵云身长八尺资言雄伟 这种简单直白的外貌描写 基本上就是帅的坏碟 这些人不仅长得帅 才华也不落下 比如周瑜 长壮有姿貌 还听众音乐 别人弹错了曲子 他就会回头看 于是就有了取有物周郎固的说法 这个梗被唐代的礼端写进了诗里 欲得周郎固 时时不浮显 那时的帝王像 却总被描绘得很奇特 刘备长得就很夸张 他身长七尺五寸 垂手下膝 故自见其耳 手臂超长 耳朵超大 孙权出生时 方一大口 目有金光 后来刘婉又说他 形貌其尾 骨体不横 有大跪之表 不过 虽说是帝王像 恐怕 还是不如孙策这样的 套女孩喜欢 三国志里写 策为人 美资言 好笑语 请扩达听寿 善于用人 是以市民见者 漠不尽心 乐为至死 感觉像是一个阳光大男孩啊 你别糟蹋老天爷了你 另外 何燕也是著名的美男子 长得好看 皮肤还白 白到有点可疑 魏明帝就怀疑他负分 于是 他就用了个小心机 在大夏天给何燕吃热汤饼 吃着吃着 何燕果然大汗淋漓 只能用衣服擦汗 可是没想到 他的脸色变得更白净了 想必何燕啊 是一个素颜男神了 和素颜男神形成对比的 应该是莽张飞了 不过历史上的张飞 可能长得并不丑 毕竟 他的两个女儿都当了皇后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 他还懂书法绘画 善化美人 其实 三国时期人们的帅 也不止表现在长得多好看上 还有那股英雄气 是说《新羽绒之》里 就有这样一则故事 当时 曹操要见匈奴使者 自已行漏 就让声姿高唱 眉目舒朗 虚长四尺 甚有危重的催眼待辟 自己 捉刀立床头 后来 让间谍问匈奴使者 魏王何如 使者回答说 魏王哑望非常 然床头捉刀人 此乃英雄也 可见 自貌短小的人 也能神明印发